很多小伙伴因为正面人物画不对称而烦恼 今天教大家一个技巧 保证一看就会 大家好,我是博君 近期有很多小伙伴私心我说 正面人物比侧面人物难化 原因是正面人物很难画对称 那今天这个技巧也能让那些画不对称 从前方画好正面人物 老规矩我们画之前 现在左上角打个小方框 画出人物大概的动态 为了方便小伙伴们学习 我把这个动态的详细结构图 也给大家画了出来 同学们在自己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这种画法可以让你更快的进步 头发我们也按照两块做区分 当大家了解大概的结构以后 就可以开始画了 因为已经大概画过了一遍 所以这一遍画起来会非常的轻松 大家可以看到我画的时候 眼睛也不是很对称 这个小技巧就适合头发画的复杂一些 这样你的视觉中心点 就是转移到头发上 而不是你那不对称的眼睛上 这样即使画的不是很对称 但也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奇怪 学会了这个技巧 赶紧分享给你那些想学画画的朋友们